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橘木 这个比较凉快 这个比较凉快 到明朵那浪了 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我来的 Share 这深切 Have you got through 那些 abdominal疾病 在激活的活跌 有更多的拘 barn 剛才再 травore 就跟那些生在上面 就跟那些生在上面 有宽广的時候 老人家說認為是 應該是要種稻比較好 所以老人家就給它開墾成那個水田 所以開墾水田以後 有沒有水啊 就是要把水的問題解決掉 所以就要開墾那個水菌 你看這個就是我們的水菌 原來的水菌 這裡有沒有 這裡以前不能過沒有路 以前沒有路嘛 所以老人家 他們以前好厲害 兩包水泥這樣烤 你看一個人啊 一個人搬兩個水泥放在尖 還能夠跑 以前的路不是像現在這個馬路啊 以前的路是那個山路啊 山路走的 所以我們真的很佩服 那個自立更生紀念碑 自立更生紀念碑 為什麼會紀念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要紀念這個老人家 我的阿公喔 帶領這兩個部落的年輕人 來這個 的蘇菌 來那個建立這個 把這個那個水菌 就開墾出來 開墾出來以後 灌溉我們的水田 有了水田以後 他們那個家裡部落 跟部落的孩子 父母孩子 才有這個東西吃啊 這個就是水菌啊 這個水菌 水溝 這個就是水菌啊 你到後面那個底下也是 水菌是走這個下去 這個水菌 我叫油干阿 油干打約 打約一半 一半的老母 老母寒涉 Мар consuming 不同。 idee probably 對阿 對阿 因為日本時代的關係 我們是原來的原住民 原來的原住民 在來日本時代 沒有把這個名字 更改吧 還是用我們上第名字 后来中华民国政府来了以后 才有汉字 所以我们中青 我们中青会虽然有五个姓氏 其实事实上我们是 祖先是只有 我们的祖先只有一个 就是从南投滑翔 因为我们深深感觉到 我在当民意代表的时候 我们族谱 我们的家族那么大 但是都没有把族谱做好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家族 就是说以前原住民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的时候 都只有说口述 口述传下来 所以还好 我父亲非常重视这个家庭的关系 所以他一直跟我讲说 一定要把这个族谱建制起来 连我舅舅跟我讲 你怎么知道你旧公的名字 我说爸爸告诉我的 所以我跟他讲说 其实我是对这个事很有兴趣 而且说有把他放在心上 他还叫我阿公 他的阿公是我的堂哥 所以我们最主要 为什么要建制这个族谱 就是让他们知道说 这个姓是哪里来的 原因是怎么样来的 为什么不可以 什么事情可以 什么事情不可以 我们就是要交代孩子 希望说基因永远都是好的 我如果说我有机会 我召集他们回来以后 我会好好的介绍 是哪一代哪一代 努力过什么 他们发生过什么困难的事情 他们如何的去处理 我们都要一一地要来解释 让他们清楚 而且说遵循 这个是老人家的精神 这个精神就 所有每一代的辛苦 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后代子 都能够幸福美满 这个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